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国家的森林城市 也是园林城市 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就是我们的乡村的环境整治的这几年举措力度特别大 在农村进行了拆三房建三园的这样一个乡村环境整治工作 那个乡村的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政治方面对这个乡村的旅游景点进行了全方位的扶持和打造 增创了一批这个国家省里面的这个优美的这个乡村景点 新宇市是一座以宫小美为特色的城市 是工业强势 区域小势 山水美势 有风光美 饮食美 人文美 政策美等乡村旅游资源优势 推荐会上分宜县 雨水区 仙女湖区相关负责人 夏宝村 凯光国际彩色村等乡村旅游点企业代表 分别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进行了推荐 今天的话我们有幸把这个乡村旅游的这个地点 定在我们凯光的旅游度假区财色村里面 我们是非常感到荣幸的 对这个活动我们也是非常的一个积极的参加 首先的话可以把我们的一个景点走出心语 带来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个游客 这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一个最希望的一个 最想要的一个结果 包括我也非常希望就是我们的文理新局的话 多组织一些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我们乡村旅游景点进行一个走出去 据了解 出席本次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招商 继旅游营销推荐会共计200人 包括各旅游点负责人 各旅行社负责人 以及签约和邀约的客商等 共签约项目八个 签约总金额19.42亿元 这是全市乡村旅游推荐大会 都引爆我们全市的乡村旅游 是一个绝佳的剧情 乡村旅游啊 要注入文化的元素 才是灵魂 这个乡村一方美好的水土 一个乡村的记忆 它这是一个平台 但是呢我们要用我们当地的有特色的文化去注入 去丰富 让更多的人在这里体验乡村的这个好山好水 下部呢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啊 陈邀全国各地的客商和投资商 来我们吸引投资信业 把我们吸引的相对理由做大做强 近日来自南昌赣州吉安等地的数百位师生 走进吉安市永和镇吉州窑 开启了一段意义深刻的非遗言学之旅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近日来自南昌 赣州吉安等地的数百位师生 走进吉安市永和镇吉州窑 开启了一段意义深刻的非遗言学之旅 吉州窑是世界上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古窑遗址之一 创烧于晚唐 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 它是江南地区著名的综合性民谣 创烧了木叶文 戴帽班 浙姑班 兔豪班 剪纸贴花等黑幼词 给人以自然清新亮丽的美感 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 在吉州窑古陶瓷研究所的作坊里 古陶瓷研究所的大师们手把手教授 示范 向师生们展示了吉州窑深厚的质词记忆 学生们纷纷托起袖子 动手体验了拉披成型 陶泥捏素 彩绘等步骤 真切感受了传统记忆的艺术魅力 吉州窑特有的黑幼词 与宋朝时盛行的点茶法密不可分 点茶法是将茶叶末放在茶碗里 注入沸水 同时用茶显旋转搅动 茶末上符形成周面 点茶以白色茶面为上 而黑幼茶具比其他茶具更方便观察茶色 就此盛行于宋元 在吉州窑古陶瓷研究所的茶室里 学生们在吉州窑茶词文化创始人之一 郭文琼女士的讲解和示范中 动手体验点茶 豆茶 在欢乐中感受了传统茶艺文化 此外 研学团队还参观了吉州窑博物馆 吉州窑遗址公园等 从历史遗址到当代作坊 从参观学习到动手体验 同一主题下的系列形成 大大增强了师生们对吉州窑的了解 知行合一地感受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和优秀的传统工艺文化 我们那个桃子研究所 我们主要的一个是传承 然后一个是传习 未来的技法 把我们吉州窑的记忆 能够传承下来 并且做一个推广 这里的话 也希望我们吉州窑 今后能够成为一个实习基地 爱好的 都可以到我们这边来 学习传承它的一些记忆 我们能够对这些支持作坊 对他们进行指导指引 让吉州窑的工艺 能够发扬光大 宜春静安的中原乡 气候宜人生态环境优越 从1997年起 中原乡就大力的鼓励 和扶持有条件的农户 开办农家乐避暑旅游山庄 经过20来年的打拼升级 中原乡不但开发出了 众多景区景点 辖区内的三平村 还被国家旅游局评为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在模范村享受一段乡村慢生活 相信是一个不错的旅途 中原乡年平均气温为 14到15.8摄氏度 起下辖的三平村 因其空气的高富氧离子含量 而美名在外 每年都有大量游客 慕名前来 如此得天独厚的生态旅游 和乡村旅游资源 为民宿业的发展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一个个清雅别式的民宿 出现在美丽的田园山水间 为城市人提供了 修身养性的好去处 民宿是旅途当中的心灵休息地 尤其是环抱在山野之中的民宿 这简直就是田园般的实意生活 目光所及之处 你能看到连片的金色稻田 你能看到鸟鸟醉燕 你能感受到大自然对你的供养 那今天不妨和我一起 一同住进最美的秋色里 蒲园民宿位于中原乡三平村 境内森林资源丰富 森林覆盖率高达86% 山清水秀 气候宜人 中年舒适凉爽 空气复养离子含量 高达10万个每立方厘米 是个天然大森林 大洋巴 当时我们到静岸中原这边过来 旅游的时候 就是爬爬山 然后太大青 感觉就是这边的环境特别好 然后绿子特别多 所以当时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住宿的话感觉条件 非常的可能有些简单了一些 那么我们当时呢 就是想在这边 就是找一个自己歇息的地方 那后来呢 有一些朋友呢 会过来体验游玩 觉得还不错 当地的一些居民 或者外面过来旅游的人呢 可能就想 我们也想给他有一个这种体验 对 可以就是让他们到这里来旅游 那么有一个好的这个住宿的环境 胡原民宿位于翠绿山巒之旁 作用青山迭翠 云雾缭绕之景 既可以沿着践行步道 登山漫步 大河呼吸 澄彻空气 欣赏沿途的秋风落叶 也可以待在民宿内 细细感受深入山林的宁静与愜意 民宿的公共空间非常大 既可以在院落内赞步 也可以与朋友在一起聊天 看书 品名 享受高品质生活 民宿内有六套房源 共选择 全部采用柔和的木质家具 新中式的现代风格 此外 民宿还可以提供私人定制的餐饮 从每一个细节 都能感受到细致入微的服务 总共有六间房 有三种房型 这是我们的套房 这边是有一个小小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会客厅的感觉 是的 还算是配备比较齐全 还有一张这样的树桌 是的 还有一个这样的茶席的地方 是的 那咱们这个房间 有什么样的特色和亮点呢 有 我们这边的东西 都是五星期的标准的配备 我们这个床 它是有装用的 比如说设定一个地方 是清洗的 这一间是亲子间 您亲自看一下 这个亲子间的房间挺大的 比如说养福家带一个小孩 小孩子住这边 大孩子住这边 您看一下 亲子间 还有这个 这是我们也是免费给客人品尝的 比如说茶叶啊 咖啡呀 都是油奶呀 水呀 全部是给客人免费用的 这间是我们的标间 这是私人养个什么朋友啊 闺蜜啊 这个房间 您看一下 这个是 这是我们的垃圾桶的 客人的垃圾放在里面呢 有一位啊 我们把它带住一下 就没有了 还有个 也是美观 民宿中处处透露出对细节的用心 除了房内免费提供的水果和饮品之外 智能垃圾桶 浴室内的智能马桶 吹风机和熨烫机 无一无让来的游客 可以享受到儒家般的舒适和方便 这块民宿呢 我们就感觉就是 给别人带一个家的这种 这种感觉 客人到我们这边来呢 首先从吃的方面 我们这边自己呢 是有自己的菜地的 那客人会根据他自己的喜好 然后我们来帮他定制 都是用我们自己园子里面 采的新鲜的蔬菜 还有一些 我们本地的一些土鸡土鸭 来给他们做一些这个美食 那还有一些 就是我们的一些服务 你像客人来了以后 你像我做酒店的话 对我们来讲 最不方便的 就是一个洗衣服 那我们这边呢 会给客人呢 就是专门 就是有那种阿姨 就是给他 就是把衣服洗好 然后送到房间里 除了蒲苑这样舒适的民宿 中原乡三品村的 农家乐也有不少 到目前为止 三品村已发展 农家乐207家 其中大型山庄10家 每年旅游旺季 到中原乡三品村 避暑旅游的常驻游客 多达1万余人 住民宿品农家乐 中原乡三品村 不仅实现了 莫以中原远 山村有客流的目标 还使盛夏何处去 避暑到中原 成为了游客们的旅游目的地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 关注一组资讯快报 11月25号 记者从南昌市政工用集团获悉 近日南昌鸿谷隧道工程获得了中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项目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奖 这是南昌鸿谷隧道继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称号之后再次获得的殊荣 据南昌市政工用集团鸿谷项目负责人介绍 鸿谷隧道是江西获得荣誉最多的一项市政工程 以先后获得江西省杜鹃花奖 江西省优秀设计奖 2019年度国家优质工程精致奖 2019年度江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众多荣誉 近日湖北神龙驾太阳瓶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 在查看红外相机数据时 发现一段神雕烈石珠欢的视频图片资料 经核实确认图片中神雕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 金雕高约1.2米 商美食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段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